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上如何去判断你另外一半的年纪大小 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年纪比较小的 有些人会喜欢年纪比较大 在八字上 他的一个判断法则是怎么看 首先我们先看 假如他是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他的用神会是以印比为主 他就比较希望有印的话 他就会选择是另外一半 会年纪比他大的 第二种情况 是五行流通自印心 他的印心很强 所以印心很强 就代表他会喜欢 或者他的本质会是这样子 他就会去找比较年纪大的 这个是本质 上面这个是用神 第三个在判断的法则 以日主来看 阳日主 他的桃花心 他的桃花心假如 一样是阳的 他就是年纪差不多的 假如是阴的 那就是年纪小的 他假如是阴日主 他的桃花心是阳的 就是年纪比自己大了 他假如是阴的 就是跟自己差不多 会有这三种的一种判断模式 所以从这三种来讲 你不能够用单一论断 那这样子会变成跟术语一样 三观见光 唯祸百端 那每个三观见光的都不好 而是要综合下去看 例如他是阳日主 但是他刚好面临到日主受克 他就可能会去用印心来帮自己 他假如是用印心来帮自己 他就会找一个年纪 比自己再稍微大一点的 他假如是阳日主 他刚好日主受克 他印心没办法用 他用的是比肩 比肩是跟自己一样大的 这样子你们就会知道说 他在找的就会跟自己同年龄的 一种的状态 同样的 他假如是阴日主 他的桃花心没有受伤 而且很顺的一种情况下 他可能 他就会找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 但是他假如是阴日主 然后他桃花心也是阴的 但是他五行流通至印心 他就会找跟自己差不多 稍微再大一点 因为印心代表年纪比较大 所以这一些东西 他都是一个综合上面的去判断 而不是单一条件的判断 你假如用单一条件的判断 就很像你在学术语一样 但是这些术语 你都知道他都不是百分之百 他有五六成的准确度就算很高了 五六成就代表说 几乎还有一半不见得会照著走 所以这个就是在八字上 这三个条件 我们都要同时去参考 然后才能够做出判断说 他到底为什么会去喜欢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他是喜欢年纪小的 从这三个条件里面去综合判断出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